再过三天就是我们2012年11月2号普选的这个日子 今年文化中心非常的难得 我们是第一次成为这个Harris County的所谓的投票所 虽然今年的选举呢是我们所谓的一个小选举 是一个地方选举 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注册的选民呢 一定要投下你的神圣的一票 因为呢今年像在我们文化中心的所在地 我们是属于A-LIF学区的这个社区 那A-LIF学区呢就会有一些这个学区的这个 我们叫做Trustee的这个代表 学区的委员的选举 还有呢学区里面会有一些所谓的公债 为什么要发行公债要争取大家的同意呢 因为公债是需要由大家共同 以后用你们的税里面去偿还 可是呢公债有什么好处 它可以帮一些老旧的校舍重建 甚至呢增加我们学生 比如说高中生呢他们有体育的这个场所 他的这个操场啊或者他要盖体育馆 这些公债都是对整个社区的进步跟成长是息息相关 那这些项目都会在今年的选票里面 所以我还是希望呢您如果是注册的选民 绝对要去投下你神圣的一票 如果你也住在文化中心附近或者你在这附近上班 甚至呢你是在这边 哎你刚好礼拜二你想来办事情去银行啊还是去买菜 在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 这段时间你都可以来文化中心的乒乓球馆 是我们的Red Center投下名神圣的一票 那文化中心呢在最近几个礼拜来 我们加强了很多选民教育 我们把选票上面的讯息跟项目 用很白话易懂的语言 跟我们的成人教育的学生们 或者跟我们的老人家在参加我们老人项目的这些老人家解释清楚 所以当他去投票的时候 他完全了解他的意见是怎么样的 能够透过这个选票表达出去 那当然今天呢今天礼拜五了 我们有好多义工他们都很早就进来咯 把这些选举的有些的标示 因为文化中心是第一次成为这个选举投票所 他沿着表雷尔从Gassner一路要插这些牌子 插到客国 因为这几乎就是我们这个选区最方便的一个投票所 所以我还要感谢这些义工们 有的是我们的家长会的成员 那有的是我们community里面 就是社区里面的义工我们都非常感谢他们 尤其是这一次Harris County就是选务的这个部门呢 他们提供了很大的赞助 还有提供很多详细的资讯 所以呢虽然是个小选举地方选举 我们还是希望大家不要浪费您省限的一票 为什么呢 你的票就是你的声音 你的声音就代表我们亚裔 如何把自己的权益呢 争取跟保障过来 所以呢 我在这边尤其是三天以后我们就要普选 我希望大家都一定要出来 选举是要用你的脚去投票 所以呢 你一定要请示你这个非常重要的公民的权益